今天讲的这个财宝天王 也就是钟卡巴大师的上师 顿朱法王 顿朱人情法王 他本身第一尊给这个钟卡巴灌顶的一个本尊 那我们下个礼拜六就是钟卡巴的本身的念诵法的讲授 昨天晚上我们已经讲了 钟卡巴有很多的秘密在里面 那么钟卡巴本身的伟大 他这个秘籍金刚他也有修 最主要的秘籍金刚 下个礼拜天的附谋秘籍金刚他也有修 圣乐金刚秘籍金刚还有大威德金刚 十轮金刚他都有修 他这个钟卡巴本身修的金刚法也是非常多的 然后像十轮 据我所知道的 十轮 秘籍 圣乐 大威德 都属于这个 这个钟卡巴主要的修在修密教本身的 他的本尊 都是他的本尊 黄教的祖师钟卡巴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出家了 他的师父就是敦诸仁钦仁伯切 他第一个为钟卡巴大师灌顶的就是财宝天王 第二个灌顶的是马哈喀拉大黑天 第三个灌顶的是金刚所菩萨 所以财宝天王也是钟卡巴大师的主要主尊 有了财宝天王呢 他的资粮才不会缺乏 同时功德跟福德也不会缺乏 功德跟福德也不会缺乏 我希望啊 这个每一个人都能够足起 下个礼拜六的这个大法会 钟卡巴 你足起钟卡巴的话 他的关系啊 钟卡巴本身的 是近代史 可以讲说是近代史 只是 延朝跟明朝 近代史 来讲起来 他是最伟大的一位 大师 大师中的大师 那么你看看这个财宝天王 也是他的这个 他刚刚讲的密集金刚也是 圣乐金刚也是 大威德金刚也是 十轮金刚也是 所以你跟钟卡巴相应了以后 他所相应的 全部都会相应 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我看到这个钟卡巴现光的时候 既然他的头顶上不是文族实力菩萨 头顶上面是弥勒菩萨 他的头上面是弥勒菩萨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 曼陀罗里面 大部分都是 文族实力菩萨在顶上 因为他是文书本身的 法身 但是他为什么他头顶上是 弥勒菩萨 因为他最先学的 就是弥勒菩萨的武论 弥勒武论 后来 文族实力菩萨显现 在他的右边的肩膀上面 右边的肩膀上 是文族实力菩萨 这是他的一个秘密 弥勒菩萨在顶端 文族实力菩萨在他的右面的肩膀上 左面的肩膀上是谁啊 是妙因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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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因天理 也是他的上师 最早给他灌顶的 妙因天理 这是我看见 然后我讲了一个 又讲出一个秘密出来 因为 中卡巴 本身对于 弥勒武论 跟隆树菩萨的中观五论 他两个通通都写 两个都写 他是邪问非常饱满的一个上师 在近代史上 明朝 援朝 近代史上 他本身的 这个 成就 他的这个 学问非常的饱满 全部都通学 什么都学了 所以他的师父非常的多 他所学的还有一种 诗歌 藏人的诗歌 藏人的这个诗词歌妇 他也学 他会 中卡巴本身来讲起来 也是一个诗人 你看伟大不伟大 他也是一个诗人 他会写诗耶 写了非常多的诗 他不只是会写诗 还会写书 他也写了非常多的论 非常多的这个书 这个像密宗道次第广论啊 像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啊 也都是他写的 这主要两本大论 都是他写的 另外还有很多无数的论众 无数的 所以他是真的是一个 一个宗主 一个创办了 像格鲁派创办了一个宗主 一个宗主 一个宗主 你只要跟中卡巴相应 跟中卡巴相应 所有的佛法都在你的心中 所以你自己想想看 这个你足旗啊 这个你足旗啊 算是很便宜的 应该要足旗 这个星期六 这个星期六的大法会 应该要足旗 这么伟大的一个 而且他还是一个宗教改革家 他什么家都是啦 还有啊 这个 还有他也是老人家啦 不过他也不是很老 他走的时候是六十几岁而已 六十几岁而已 六十二还是六十三 六二还是六三 六十三岁啊 一定是讲的是七岁 十岁六十二 他有很多寿命的这个流乱 寿命方面的流乱 寿命上的灾难 但是呢 都是因为财宝天王 跟还有几尊这个佛法 帮他改变 把他改变他的命运 以前藏人能够活到六十二岁 早期的藏人能够活到六十二、六十三岁 已经很不错了 因为最早的这个西藏人 他平均寿命只有四十岁 很早以前的藏人 平均寿命只有四十岁 寿命很短 所以他能够有六十三岁的寿命 也是算长的 那他可以讲 他的邪问 佛邪方面 一生当中 他全部在佛邪里面做转眼 他也实修密法 因为只有十修密法 才能够延长他本身的寿命 没有十修密法 他的寿命的流烂 早就没有了 早就没有了 所以一定十修密法 他的寿命才会延长 他的寿命才会延长 没有十修密法 他寿命是按照因果轮回这样子再转 所以我们这个 我这个还会讲出 中卡巴本身的来历 还有中卡巴本身是怎么样子的身份 到时候你们就觉得 如果没有足起的 你们就会遗憾 就会觉得 哎呀 当初为什么不足起 因为他关系非常的 关系非常的多 关于这个 财宝天丸 你们今天主起的也是有福分 他能够从逆境转成顺境 逆境转成顺境 中卡巴也是一样 也只能够从逆境转成顺境 不服气 好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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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